气球缓缓升空 为在中国上海 古北新区的街区 共享工艺驿站正式启用 在这个多以外籍人士 居住的高房价社区内 非政府组织NGO 打造共享空间 结合市集 儿童绘画和文化演出 导入社区营造的自治观念 我们访谈了很多的店家 访谈了很多的居民 然后大家一起来开会 探讨街区的愿景 探讨街区怎么样 可以做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造 不同的身份居民商户 中国的外国的 都能够在一个地方 能够建立更好的信任 建立更紧的这种联系 金黄色的银杏树 座落在冬季道路两旁 让古北新区内的这条路 成为名符其实的黄金城道 NGO希望借此将居民凝聚起来 不过社区营造是 由下而上的概念 和中国体制不同 对官方来说 是社区治理创新 如何将街区共治的理念落实 NGO政府和企业三方 要怎样合作 中国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很多的区 很多的街道的政府 其实都有把这个叫做 社会创新治理 这个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也开始 除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 在探索 我们要实现更多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怎么样能在这样的大城市里 找到一个人的情感 还有包括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支点 需要很多的那种交流和分享 包括做出行动的机会 当前中国城市对社区营造 社区治理的需求非常庞大 有很多年轻人愿意投入这项工作 不过目前还谈不上赚钱 可是他相信未来可以借由 更自由的组织形态 投入公益除了获得一定收入 还能获得更多的工作意义 就像他设计的张淑林上海报道 感谢观看